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好笑的事情 今天老婆陪阿姨去買菜 然後因為阿姨買菜都是買一口氣 買一個禮拜的粉 我就陪她大包小包的這樣提回家 然後這樣就沒事嘛 上了之後不到半個小時 我又陪阿姨叫下去 然後阿姨我就看她在翻一袋蒜頭 邊翻邊碎碎捏這樣 哎呀 看 剛才那邊就有一個禮拜 啊 阿姨 是 妳不做到辣子 妳不做到 是 妳不做到 是 妳不做到 OK 妳要求得了一個禮拜嗎 哈哈哈哈 所有人是最愛的 然後阿姨就把那個蒜頭這樣包一包 然後就丟給我說 還給那個Fruity Vendor 然後呢 我就拿另一個那包蒜頭 就這樣咚咚咚咚咚咚咚 就拿去那個Fruity Vendor 出國攤裡面 就這樣說 阿姨叫我把這包還給你 那個老闆看一下 他也很乾脆 馬上就去抓了新的蒜頭回來給我 我就回來 然後阿姨已經在門口對了 那麼 你怎麼可以? 你給我改變了 雞蛋 對 你怎麼會這樣? 沒辦法 不 拿這個 哎呀 沒關係 我們改變了 沒問題 謝謝 但是什麼 OK 再見 沒問題 我沒有問題 我沒有問題 我沒有問題